Hello,大家好,我是Amy 我刚来荷兰的第一年 在兰顿大学读的一年的一个硕士项目 其实是有关于老年人 然后通俗来讲就是关于如何健康老去 感觉到我之前学到的关于老年这一块 好像又把我带回去几年前的一个状态 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加入的时候 还是比较新的一个项目 同时也是第一次面向 就是招中国留学的时候 我有些成为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说着一口水都听不懂的英语 然后加入到这个项目之中 我觉得我是真的真的超级幸运 超级幸运 因为碰到的同学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无法避议的 我甚至有都不知道那一年是怎么度过的 Anyway就是朝话短说 但这个项目真的是我非常美好的 第一年就是在荷兰生活的过渡 尤其那个时候是住在莱队嘛 也是挺美的一个小镇 所以当时就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文化 浓郁的欧洲文化气息 非常强烈 也非常温暖 就是学到很多东西 其实不仅仅是学到他一个项目的东西 主要是学到他的文化东西 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看 就是我的Professor 然后他在Tether上面讲了 关于这个得要健康的老去 然后这样一个话题 然后还蛮有趣的 大家不妨可以看一下 那个时候我对于 关于老年健康这个话题 这个topic 甚至于这个项目 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它应用起来 就是学以置用嘛 那个时候只想的是我在荷兰的第一年的过渡 直到前三年前的时候 我回国之后 花很多时间 然后和父母在一块 每周末我们会聚一下 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发现 真的父母是老了 然后还蛮快的 因为之前我在荷兰的时候 也待了好多年 基本上偶尔就是每个月一次吧 和我妈通一次电话 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心目中 他们还是那个时候 我没出过之前的样子 等我回来之后发现 是真的就年龄不饶人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提到 关于老年健康这一块 当我发现我自己最亲近的人 我自己的父母 然后也老得这么快的时候 我慢慢感觉到 好像就是这个群体 这个就是老年健康这个话题 不是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是时候我该有意识的 去往这方面想了 我不知道其他人 但是我特意的还问过我妈 故意说一个话题 我说有没有想过某一天 你对这个养老院是不是很排斥呀 这个概念 他说他不会去了 就是在他的眼里 就是不会去 很多那些护工啊 或什么 他们不会把老年当人看 然后照顾的也不好 所以他很不喜欢 就感觉甚至于感觉到 有一种被子女抛弃的感觉 我作为我特别能理解他 我那个时候 我说这个话题的原因 就是我在想各种各样的choice 我就在想 想探讨一下 就是正面直面这个话题 作为他的孩子 我想探讨一下 我妈到底最希望的一种 老年之后的生活 是希望和子女住在一块呢 还是希望一个人住呢 还是住在哪个城市呢 或者是哪个国家呢 他有没有介意 我妈她自己的想法是 她不介意住在哪个城市啊 哪个国呀 哪也不介意 她主要是在意 只要和孩子住在一块 她就是很开心了 但是她也发现了 和儿子住在一起 确实很不方便 因为孩子有自己的生活啊 有自己的孩子啊 自己的家庭啊 她总觉得就是各方面沟通 也不想影响到 她的孩子的工作啊 什么的 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和我妈说 其实最有可能的 然后相对也 时间比较灵活的 就是我了 因为我自己没有 没有宝宝需要照顾什么的 然后我自己的时间 也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所以最大可能性就是我 但是还是有个问题 比方说我也可能会结婚啊 我也可能有家庭啊 然后如果我的另外一半 就是文化沟通 各方面肯定会有障碍 或什么的 因为我妈也不会讲普通话 然后更不要说 讲其他国家语言了 就语言上面 可能稍微有一些些的 罩爱沟通吧 然后还有一些 饮食方面 她的胃比要挑剔 然后她也不能吃任何 稍微两点东西 她都不能吃 和我生活方式 非常非常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今天做这个视频 作为一次 直面现实的一个 大胆的探讨 因为我希望我父母的老爷 生活是过得是开心的 健康的 我说这个健康 可能比方说身体上 可能有一个也有点小毛病啊 或什么的 但是整个人至少是开心的 那种状态非常好的 有能量的 这也是我在乃顿大学 读的那一年 她所说的 不一定就是说 你一定 健不如飞 到了老了 八九十了 不一定是那种状态 但至少就是说 你这个人的状态是好的 你这个人呢 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 就达到那个份上 在这个视频 聊的这个话题 关于老年人群 也是比较和时下相关的 一个热点 但是呢 比较奇怪的是 尽管老年人口比例 增加 就看那个人口 那个分布 年龄分布图嘛 老年人口比例 越来越相对于 中间一部分 还有那个年轻新生 老年人口比例 是越来越大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比方说市场上面 针对于老年人的 用品 生活用品也好 或是精神用品 就各种各样的一些 产品也好 服务也好 service也好 就相对于年轻人 相对新生而 应用而 少之又少 就算他比例相对少很多 我不知道的原因 可能是觉得老年人 他的那个购买力比较差一些 所以盈利方面没那么好 所以也没有太多企专攻那一块 也有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比方说年龄大了 像我父母 然后他希望这个 就比方说手机 希望他这么变得更大一些 还声音更大一些 因为听力也有点下降嘛 即便我把它字调的很大了 但有时候还是觉得 那个不够大 或不够清晰 他手机也没有和老年设计的 也没有那种 更加容易上手的 就针对老年容易上手 对于小朋友 真的现在小朋友不得了 像我哥的小朋友 不需要教他 就两三岁 就大概 仅仅有四五岁了吧 然后 就是拿手机 拿了iPad 直接就 就是入了特别特别顺 什么都知道 就不需要任何人教 然后现在小孩是这样的 对于电子产品就是 无私自通 但相对于小孩来讲 我父母他就显得比较 我爸爸还好 我爸爸基本上还是挺喜欢 导播啊 电子产品什么的 但我妈妈基本上就是 那种要手把手教 然后要花很长时间 很耐心来教 但是也仅仅只会简单的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能 不是那么很自然的一种 比方的功能 要滑一下 要什么像抖音啊 像什么的 他觉得不是那么自然的去操作 还费劲 我不知道 可能我妈有这种情况 可能我在想 可能很多其他老年人 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觉得这个手机 用起来 不是那么的得心应用手 需要花时间去学习它 这是一方面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像比方说 我这多少年 没回国 然后回国 三年前回国来上海 我也有意识的观看 就和荷兰对比 河南上面有比方说 有七八十八九十的一些老年 他们比方说 腿不太好了 或什么 他们有做那个 自己驾驶的 或者是自动的 可以操作的方向盘的 或什么的 类似于的老年人 专入轮椅吧 小车吧 小机动车吧 可是在上海就很少很少 几乎看不到 偶尔能看到 但大家 但很少看到 并且那个 街道也没有那种 更不要说街道有 在上海是没有那种 专门的那个 自行车道 也更没有和老年人 通入那种车道 所以老年人的车道 有时候就和 机动车混在一块 最多就是老年车道 它开的更靠边一点 但有时候 比方说 如果来个大卡商 来个什么呢 我觉得特别危险 就出口入口 都没有扶梯 所以说每次 如果是老年人 小上来 就特别特别飞 我有开过好几次 特别特别飞 毕竟那个楼梯还挺长的 然后我就在想 不是上海政府 没有钱来呢 而是说 对于老年人这一块 好像 那些service什么 还是没有跟上 就是远远没有跟上 欧洲国家 它那种 应该说意识吧 我觉得不是说差钱 一点都不差钱 国家也不差钱 然后尤其在上海 更不要说了 更不差钱 但是为什么没有 很好的针对于老年人 尤其是需要 老年小电动车那种 方便他们走的 包括商场 也没有那种 很方便的他们的阶梯 就很多就是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在商场 或者在高 看到鸡排都年轻 或者是老年 那个腿脚比较好的老年 对那些腿脚不好的 鸡排就很难能看到 可是在荷兰 比方说我在商场里面 买一份 哪怕跑好几层楼 我都可以 时不时 这种 时不时会看到 坐到轮椅 即便都不是老年 比方说是年轻力壮人 但是比方说 因为身体其他方面 或者受伤了 或者腿脚不好了 坐了那个地动车 都可以上 他不需要任何陪伴 也不需要另外一个帮忙 就自己 然后像一个 就是普通人 就是我们都是人 然后没有人去 去看他 有什么奇怪的 他就是 买一份 挑衣服 然后和我们一样 其实说到这一点 我一岔开一点 特别逗的是 我有几个 我在河南待久了 我就习以为常 不觉得什么 然后有一次 一群 就是来自 国内的 一些游客 因为都看到 那个小骑士 是一群游客 然后他们就对着 看到那个街上 然后开了个小店 车过去的老年 那个比方 残疾人 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 瞪了眼 就在盯着 就在盯着 然后有一种 我感觉很奇怪 就像有一种 很奇怪的 眼神在盯着 那些残疾人 就是那种 很奇怪的状态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推脚不好的人 就不要出来 到处溜达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 来到上海之后 我也感受很深 真的 我很少能看到 那些推脚不好的人 还能像我们 这么自如 就是感觉到 就介绍看不到 很少看到他们的收影 真的 不知道他们是躲在家里面 还是躺在医院里面 还是怎么样 就是感觉到他们 好像推脚不好 就放弃了 外面的世界一样 这个其实 好像和我今天 这个话题 不是特别 但是也是 信息相关的 就比方说 不一定老了 太推脚不好 对吧 年轻力量 比方说 有什么车祸 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疾病 导致 就是骨骼上面 身体上面的 不够健全 或者是相对于 就大众人 可能比方说 推脚不太好 可能需要建筑一些 辅助的工具 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可以归纳为 就比方说 身体上面 有些方面 就是运动能力 各方面 有嵌弱的人 社会对这方面 人群的 这些service也好 或者是服务产品也好 都很少很少 也许就考虑到 他们都这样了 那购买力肯定差 我干嘛要服务于他 其实有三个方面 我觉得如果是老年生活 是这样的一个 就符合这三个中 任意一个 我觉得都是一个 都叫不健康的老去 第一个就比方说 不能摔 就是生怕自己摔了 所以不敢从事任何的 比方说hiking啊 也不可以 小跑啊 也不可以 上楼梯下楼梯 也非常缓慢 非常缓慢 非常缓慢 就生怕自己 就是做了 就不行了 就是也 也不愿意 可不要说去运动啊 打打羽毛球啊 这轻量级的运动啊 也不想参与 就是感觉到自己 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玻璃一样 不能碰 一碰就碎了 就一直打到一种 自己紧张 然后那种 心理上面的脆弱 然后尤其是对那些 从年轻以来 几十年就没有运动 习惯的人来讲 等到老了之后 可能身体骨骼 各方的骨密度 可是越来越差的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的人 尤其是现在的人 就说就拿 人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讲 基本上就是 看 吃饭都不自己动手 也不会出去走走 都会叫外卖 然后就屁股就坐在 桌子上面 也不动 像我以前的同事一样 吃饱就趴在那睡 也不活动 也不调整一下 那个血糖水平 就整个人就 就工作 基本上屁股 就唯一动的时间 可能就去趟厕所的时间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运动的那个时间 运动时间少之一少 然后唯一运动时间 可能就说我周末才有运动的时间 是吗 背影的吧 就下班之后也有运动时间 早起几个小时也有运动时间 就是人没有养成运动的习惯 然后还有一个出门就坐车 就是不习惯走 什么的 就那种也会 可能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没有想这么多 等到老的时候 你可能会后悔 我那年轻的时候 在状态的时候 我如果有养成运动的习惯的话 我老的时候 我的骨迷都会强些 我也不是那么不耐衰 然后并且等到 即使七八年八九十的话 骨骼比较强壮的话 你整个人还有那个 灵活性也要 就是骨骼强健 然后灵活性 各种这样的能量一块 就是放在一块的话 整个人会活得非常非常年轻了 整个如果你身体状态比较好 你整个精神也非常好 精神好的话 就非常热爱这个生活 对吧 有些可能 一直在城市边工作的 老了之后会有退休金 然后依靠退休金 依靠退休金来生活的 就感觉到离了退休金 就没有金钱收入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存储 还有一个就是 对农村人来讲 可能没有退休金 就像我父母一样 没有退休金 对于那些需要靠退休金 或者甚至于连退休金都没有的人 也没有这个 我就说也没有这个资产的人 就没有这个资产的人来讲 那么就是生活在老年的时候 还在喂钱 就是生活在那种 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有困难 所谓医疗保障也没有保障 那个就是真的 老年生活是不是特别好 可能你一辈子都会有钱 即便老了也很有钱 就是钱不是问题 但是你在最后你在老的时候 你又发现 你回头 有会后悔你这一生过的 还要一直拼搏于工作 一直忙忙碌碌 一直忙碌碌碌 没有停下脚步 然后发现自己 也有很多梦想都没有时间 比方说自己一直想去 哪里旅游啊 想去看看什么 或者是想做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一直就是 但是忙碌于挣钱挣钱 然后一直没有就是 take care 就自己的内心 自己内心想要什么 自己的梦想什么的 就没有稍微停下脚步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 得到一种 就是反馈一下 然后问问自己内心 到底想要什么 就可能 老中国还会后悔到 自己就是 没有去 大胆地踏出那一步 去做一些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这是 这是比较后悔的事 就要精神上面 受到一种折磨 我个人作为中国人 瘦了很多年的 就是中国传统教育也好 什么的 然后我就拿我个人来举例 我觉得 还是我个人的 不能叫建议吧 是个人的感悟 我觉得 如果希望我们爱自己的父母 希望自己的父母 也是很健康的老去 我对子女 我对于父母 我有一个 不能叫建议吧 就是一个想法 要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作为父母的话 不要把自己 自己的喜怒哀乐 自己的幸福感 绑在孩子身上 就比方说 就是孩子的喜怒 孩子所谓的成功 你才高兴 孩子哪天做的失败了 哎呦 你很沮丧 你觉得很丢人 还没面子 就是特别要面子 你的面子 比你孩子的健康 比你孩子的幸福还要重要 有这样的父母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爱自己孩子 是爱自己 爱自己的面子 甚至爱自己的孩子 反过来就是说 孩子就是取得 哪方面的所谓的建议上面的成功 也好 什么成功也好 就是整个人会浮起来 然后让所有人都知道 然后又觉得自己孩子了不起 然后自己可能也会得瑟一下 自己什么的 这些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健康的 我觉得就是 如果父母 可以做到就是无条件的爱 这个无条件爱不是说你爱 也不是说孩子要什么 你又给他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是一种温暖的爱 一种健康的爱 然后如果可以做到这一份 也不要给孩子 更不要给孩子那种所谓的 比较流行一个词叫道德 道德绑架 不要觉得就是我生了你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你挣的钱也是我的 就是我作为老子 你应该给我花的 你要听我的话 你作为孩子 你就应该听父母的话 没有我 哪有你 就类似于这种 孩子它就是 是一个独立个体 你把它生出来 是一个生育之恩 养育之恩 我觉得如果想得到比方 尤其你老了之后 想得到孩子的爱 所谓的什么孝顺 这个词 我觉得是 不是一种 如果通过道德绑架的话 就是不断地给孩子施压 我养了你 你要怎么对我 也许有些人会 有些孩子会 经受不了这种 什么所谓的道德绑架 社会娱乐也好 会对你好 但是内心是一种 很痛苦的状态 他觉得他这样做 就是一种 是一种被压迫着 被摁在地上 去做一些 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如果作为父母 你看到孩子 你感觉他那是孝顺 你能从他们的 整个状态 能够感受出来 他们是那种 被压抑的 被迫式的 所谓的孝顺你 还是那种 他们发自内心的孝顺你 你愿意拿走方式 我觉得所有的父母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是发自内心的对你好 而不是那种 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所谓的孝顺 我去做什么 然后我应该 过了什么母亲节 父亲节 我应该给你买什么 这样邻居不会说闲话 什么什么的 如果孩子做的 都是为了面子 为了脸面 为了他们的脸面也好 为了你的脸面也好 都是为了什么什么 就是为了别人活 是很累的 并且是不健康的 也不会持久的 如果就是父母可以做到 就是说不要倒到保家 而是一种持续输出爱 这个持续输出爱 不是说孩子长大了 要给他 不断的给他金钱帮助 不断的把 把你房子卖了给孩子 我觉得那是很愚蠢的行为 那个房子属于你的 不属于孩子的 就是你对他爱 就是说你对他 精神上的支持 无论孩子失败 尤其在他失败的时候 不好的时候 有过什么低谷的时候 你会在他孩子这一边 然后不断的支持他 肯定他 这就是 不一定需要什么 金钱上面的 给予孩子 像现在 之前我在上班的时候 然后有个就亲戚阿姨 有时候就中间就会和他聊天 他又说 现在结婚 就比方说 那个女方要聘礼 所以他说他儿子结婚 他要给他儿子 攒聘礼钱 几十万什么的 在他那个农村小地方 都要三十万几十万 然后 不仅他了 是我老家 就是我的 我叔叔的儿子也是 女方也要几十万聘礼 然后还有一个 更逗了 是个事实 都 都已经就是确定了 就是要结婚 办理婚礼 然后最后都有领了 那个女方家长 又再要求 再加十万块钱 然后我那个叔叔来 一气之下 就感觉到人就出耳反耳 就是不断加钱 就是最后婚就不结了 想到 我觉得这个事好奇怪 你看你是在卖自己的孩子吗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其实和那个比方说结婚 是家庭 是和家庭保定 这就是一种家庭保定的一个副作用 一个不好的地方 这个话题就不展开了 就是作为 应该说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 都能特别 能理解 即便就是你自己不经历 或者你有身边的 也有经历 或者看行为什么呢 可能都会了解的 我是真的 我都傻了 如果我喜欢哪个人 然后我父母向 对方要聘的 我又觉得 我是一个物品吗 你把我卖了 关于爱情的一件事情 多么美好 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 发生在地球上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和那种 就是买卖相关了 就是感觉 感觉是一种变相的 现代社会的人口买卖 好把话题拽过来 就是说 如果父母不道德绑架 就不断的输出 持续输出爱 就温暖的爱 不是经纪上面 就是真的 孩子都感受到 我觉得绝大多数 99.9%吧 绝大多数 人都是有良心的 他都感受到 父母的爱的话 他会反馈的 会自然而然的反馈的 不需要道德的游说 他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你的 就达到这种 这样的话才能持久 并且是 达到那种效果的话 孩子他没有感觉到 是一种 娱乐那种道德 绑架 他感觉到是一种 当他感受到 父母爱的时候 他自己会很开心 他自己也是有 那种能量不断的积累 然后他会把这个爱 带给父母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一种 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当他打到一种 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 无论对于 孩子个人的生活也好 个人的工作也好 个人的什么 各种各样 都是好的 就双方都受益 为什么不打到 这种一种状态呢 就是父母 为什么不寻求 这种状态呢 就双方都受益 如果没有这个 道德绑架的话 有很多的好处 首先 孩子 孩子他本身 他会 他自己 没有那种 那种道德上的 优素的话 他自己会 过好自己的生活 自己会把控好 自己的生活 不但没有压迫感 反而能够持续不断的 能够得到父母的 那种温暖的爱的话 他会有 你会发现 就作为父母 你会在 就是可能不久的将来 时不时的在生活的时候 会有看到孩子的 温暖的反馈 作为孩子 他也会 因为没有这种 所谓的道德绑架 他自己过得 比较舒适 惬意的话 他自己其实可以展示出 更多的 不说超能力吧 就是潜在的能力 他没有被束缚住 他整个人是开放的 你知道吗 他创造性会更加强 这是我个人的体验 因为我之前的时候 就是感觉到有一种 一种壳的束缚住 整个人的心没有打开 这个精神也是不能紧紧的 在那种状态下 我整个人 无论是工作状态也好 生活状态也好 自己也不如意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恶意循环 你知道吗 就是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假如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 然后也是身处 到处去不同的国家流浪 或者什么 或者是感觉 尤其是感觉到 自己国内的父母 有时候和他们沟通不了 什么什么的 文化代工 或者说 怎么父母 怎么这样 多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象 对 多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象 以另外一个视角 然后就是你就会更多的就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为什么会这么做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他们收了你养了你 然后他们可能内心有那么点自私 但是这个自私是可以 我完全可以理解的自私 比方说如果你想象哪一天 你当父母了 你生了孩子 然后花那么多的精力时间 然后去养育孩子 等孩子慢慢长大 如果那么简单 就是放手 不管他 或者是说 让他做他所有的事情 让他不把自己的想法 一直照到自己孩子 如果能做到这一块 是很难很难的 能做到的 当然非常好 但是做不到的 你要试图理解父母 为什么那么难以做到 是真的就是很难 能够做 所以就是过多 就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之后 然后无论是 你认识其他的朋友 或者是你在生命中 遇到另外一半也好 能够陪你走到老了 另外一半也好 就是你都能够 人要理解 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就是以第三四角 就是能够理解的话 就是很容易就达到 很多事情就由人而解了 就是当你理解之后 就不会那么容易的 偏激 就不会那么容易的 我那种非常负面的东西来想 我觉得如果就是 在一个地方 把那个点给切断 比方说父母那一端 可以不要给自己孩子 道德上的约束 然后如果可以做到这点的话 真的非常感恩 有这样的父母 假如我们不信 有这样的父母 就是永远 他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不好的 就是恶意也好 或者什么的 就是行为也好 给孩子带来伤害也好 他们觉得 他们理所应当的 就是孩子的一切都属于他的 这是他理所应当 对父母应该得的 这是我辛苦得来的 就是就还是应付那句老话 就是没有我 没有我养你这么大 哪有你今天 就相当于孩子的 所有的成就 都归功于父母 因为我从一开始 我生了你嘛 我养了你 所以你以后的 所有的成功啊 什么的都是得益于我 如果你是遇到 这样的父母的话 纠缠不成 并且是他一直持续 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的 清醒的认知 自己有点 就是认识到自己 这样好像是 对孩子的不公平 或者是什么的 有这样的父母 但是又希望自己 不要受这种束缚的话 就像我以前一样 我是怎么做的 就是我给大家分享 那就从自己这边 就是不要 不寄希望于父母那边 但是寄希望于自己 对永远就是 如果在任何人身边 哪怕是自己的对象 另外一半也好 如果就是永远就没有 就是你想要的 那个口给解开的话 就是透过努力在自己身上 你会发现 你也会得到有一种 就意想不到了 可能是最终的 你会发现一下 这个结果 是你也是 也会出乎你的意料 之中的好 当你把自己的心打开 然后通过做冥想也好 教一些比较正能量的朋友也好 不断的每天 对自己的一种 就是要冥想 真的要冥想 让自己静下来 安静下来 饮食稍微健康一点 这个好像看似没有关系 但是我自己的体验 有关系的 当你自己把自己收拾干净了 我说收拾干净 比方说 住的地方不要乱糟糟 整个人屋里上面 要清爽一些 简单一些 自己做冥想 运动 饮食不要吃太多的 垃圾食品 其实当一个人抱一抱 是爱吃一些垃圾食品的时候 其实这个也是 你看是他在吃的时候 吃的中间 吃的过程中 是很快乐 很愉悦的 其实那种愉悦 那种快乐 仅仅只是愉悦 并不是幸福 这种人其实真是幸福的人 他是一种对自己的健康 是非常快乐 是开了自己的body 开了自己的mind 开了自己的所有的一切 这样也是达到一种 非常幸福 非常放松的状态 他就会有意识的 对那些垃圾食品 会有意识 他不是说完全排斥 但会有意识 而不是说 碰到了一个 肯德基 就像发疯了一样 就像感觉到 像人间美味一样 不是 他可能就是偶尔解解餐 但他有意识的 知道这是 嗯 不好的食物 我可能也就偶尔解解餐 这个我说可能 如果大家听起来比较迷糊了 但是如果你是做过冥想的人 然后对自己就不断的那种 思理上面的一种审视 一个维度拉开 还是我之前讲的 你会发现 你会 如果做冥想的人 会有做冥想习惯的人 会明白我这个说法 就是说意识性更加强一些 让自己更加 有意识到 自己周边 自己身边 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思想 都有意识 当你达到这一步的时候 然后 就可以 做到 无论父母说什么 怎么做 你如愿是保持一种 对父母的感恩 然后甚至于 就时不时的 也会知道一些小惊喜 当父母看到你这样的一个回馈的时候 就是尽管父母做的是一种 非常道德上的压迫也敢 给你不断的指令也好 然后甚至于对你 有一种不屑 依故也好 或者对你看不起也好 但是你容易表达的是 你是你这个小宇宙 不断的散发能量 不断的 你父母会被感染到的 我觉得应该是 只要是你是他亲生的 会感染到的 应该不会吹那种 怎么讲的 不能说特别难听的词 我觉得只要你是他亲生的 你是他养育大的 花这么多时间机力 把你养大的 他会能够感知到的 会有所改变的 要对自己有自信 要对自己的父母有自信 然后不断的感恩 是真的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 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羡慕我的 那个墨西哥好朋友 就是我感觉他们父母是真的 是那种 是真正的爱 就是他们不是那种 有条件似的 然后对你指手画脚 对你的婚姻选择 对你什么什么 他们是一种 很容易把你走 就是非常善良的 对真的非常善良的 他们善良 他们说话 他会每次我和他视频聊天 就是那种 能感受到 他希望我非常好 他看到我开心的时候 他会开心 如果看到我精神不好的时候 他会就是 都会替我 就那种 记忆上面进行分担 就是那种 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够 就感觉到很有缘分的 一家人 然后虽然说我在法律上面来讲 不是他们的女儿 但是他们把我当成 就是那种感觉上面的连接 把我当成他们的女儿 这也是为什么 我在博士答弹的时候 他们直接从墨西哥 飞到荷兰 然后就参加 就是来参加我的答辩 有时候他们老两口 然后退休了 然后全世界跑 或者是有自己的时间 把我好朋友当医生 他也是提前 然后改自己schedule 然后就都特意来参加 就参加我的博士答辩而已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非常非常好 而我国内的家人 这么多 没有一个来的 然后我并不怪他们 是一种 不是我国内的家人不爱我 不是我哥哥不爱我 不是我父母不爱我 而是他们 首先就是对他们来讲 博士答辩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 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真的不那么值得去 带香那个机票也不便宜 然后还要去办理签证 就是不太值得花那个过程 那么重要 就是没有重要到 他们愿意舍得花钱 然后走那个流程 去办理签证 一直快飞到 就是对于他们来讲 不是那么重要 但并不是说他们 对我对他们不重要 就是我在荷兰州 有一次我生命 就是那个 就过敏 鼻子过敏 特别特别紧张 然后直接打电话过来 特别特别紧张 就在我就比方说 我身体出现状况 或者什么 我在我的社交平台发布 或者说 然后首先给我打电话的 要么就是我哥哥 因为我父母 他有不知道怎么打那个长途 就立马 就只要看到我的信息 只要看到我有什么 精神上有问题 精神上有问题 然后势力上有问题 财务上面有问题 就是各种各样的 就比较紧急的那种 立刻电话直接打过来 立刻为我需不需要钱 然后立刻把钱就打过 打给我 我在荷兰州 那个时候就是 有一段时间就比较窘迫的时候 他还给我打钱 就是那个时候是 国内的家人是能做的 他们就是行动 上面做到 非常紧急需要他们 但是呢 我可能就是 我可能比较贪 我要的可能不仅仅是那种 要的不仅仅是那些 我要的 还有就比方说 精神上面的 那个沟通 connection 精神上面的connection 这样我和我的墨西哥朋友 加了 还有我其他也 我也有朋友 可能这个 关联系更强些 我感觉就是 他们能够听懂 我在讲什么 能够懂我 所以就是我很幸运 我有这种两边的 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 那种家庭朋友的 有这样的一个 在我身边 然后不断地支持我 当然健康老去 不仅仅只是 指我们的父母 还指我们自己 等下健康老去 我觉得无论多大 都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哪怕你现在 才刚刚大学毕业 都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老去 不限于年龄上的老去 还有思想上的老去 尤其是思想上的老去 真的很可怕 思想上的老去 可以发生在 二十多岁的人身上 对吧 这个绝对是可能的 尤其是那种的感觉 就是如果 比方说 给自己时间 五年十年的时间 如果五年十年的时间 在做同样一件事情 并且是一种 没有太多意识的 在做同样一件事情 比方说 在做一个工作 一个full time job 每天就上班 每天下班 但是那个工作 不需要太多大脑的创意性 甚至于都像机器人一样操作 尤其是再加上 那个工作环境 也不是特别好 不要压抑 但是嘛 又为了这个工资 又不断的干 如果你在这个稿位上面 或在这个工作上面 然后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虽然这个工作比较压抑 但也属于你的舒适区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不想丢掉这份工作 对 你只要你不想丢掉东西 即使你讨厌它 你也要在这个上面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是你的舒适区 因为你不想放弃它 即便它是很让你头痛的工作 然后如果你在这个 你的舒适区待了五年 持续待五年或十年 如果还没有跳出来的话 真的越来越难越来越难 就基本上就是 甚至于 这个越来越难 并不是说 不是说技术上面难 并不是说你 换到另外一个工作环境 你又不能受任工作了 而是说你的思想上 越来越 越来越不敢了 你的意识性越来越差 越来越弱 越来越热 一样说到你 胆怯到 也不敢冒险了 你又更加 安逸在一个生活比较安全 所谓安全安稳的一种环境中 所以我就生活上要健康 思想上要健康 冥想 我又来了 我不断了再推销冥想 真的非常非常有用 大家真的 又不花钱 又不花多少时间 又是这么 这么棒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如果我在 等我再过明年 或者是再过一两年 然后不断的这种 觉得会更加受益于这个冥想 因为我 现在只是持有了一年的时间 我已经 感悟到了 真的真的 就是对我帮助特别特别大 所谓的什么好吃的都不要碰 不是的 这样其实 你心情会受到影响 你感觉不但压制自己 而是说 你对你吃东西有意识 你吃进你的东西 比方说你早晨有些习惯 或者有些晚上 有些喜欢 喜欢晚上8月10钟 90点钟 或者睡觉之前 吃东西的一种习惯 以前你吃可能就是那种 没有意识的在吃 就是到那个点了 就想吃 对吧 嘴巴就想吃 你培养你那种意识感 增强一点 比方说你下次在 一打开冰箱 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意识到你的动作 你在打开冰箱 你在拿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具体的什么东西 你在往嘴巴里面送 你在吃几口 然后现在是几点 就多增加一些这方面的意识 慢慢慢慢你就会 你就会有改变了 这个改变可能会发生的 你又不是 你又发现你这个 深刻的意识了 你这个行为不是特别好 长远来讲 对你的身体特别特别不好 你又慢慢就会 可能会把它解掉 这也是解掉的习惯 有很多种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gaming的一个点 就是提高自己的意识 这是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思想上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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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断练 思想上的一个断练 就是不要懈怒 不要懒怒 这个现在很懒惰 和那些打了机械一样的 人说 年轻人要努力啊 要拼命啊 然后什么 叫什么 少让不努力 老大偷伤悖 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些 就像打了机械一样 反倒是让有些人 就觉得好累 生活好累 为什么这么拼 比方说你是在职场工作 你做同样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不是你特别喜欢的工作 但是呢 你又觉得你又不能辞职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甚至于你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辞职 可能觉得 我要辞职了 我没收入怎么办 就是一种恐慌感 就是焦虑感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恐慌 甚至于你都有一定的存款 但是还是很恐慌 就不想丢掉工作 就是保证每个月都要有所谓的固定的收入 心理才安慰 就是比较于小说于这种所谓的固定收入的这种安全舒适区 哪怕这种工作很糟糕 你也认为 就是很糟糕 你也不想丢其他 你也不想尝试去换另外一个工作 或者是就做其他事情 或者是说 辞职一段时间去旅行啊 什么的都不敢 就是一种 这其实就是舒适区 然后这个舒适区 如果你一直待 一直待 时间比较长的话 可以选择适当的 跳出这个舒适区 而不一定就是说 我必须 而如果你是在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舒适区 哪怕你工作 上升到 偷一个普通职员 然后上升 就是promotion 然后最后 不再升职啊 加薪啊 什么的 你感觉了 你真的是非常努力的 非常拼命的 你一辈子活得非常非常直 就是你是在努力在拼搏的 但是 我自我感觉就是 你还是在你的舒适区 因为你还是在你那个环境 你只不过就是 比方说当家的工作量 或者是说 多和领导套着关系 或者工作经验积累 慢慢让你一步步 就是正常情况下 只要公司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你慢慢往上爬 你觉得你是 你在不断的挑战自我 但是我个人来讲 你没有挑战自我 你还是在你的舒适区 我觉得就是挑战自我 可以就比方说 举例来讲 有一个月的事情 签下一个月 然后去做一些 比较疯狂的事情 要环球旅行也好 或者说做一个 很夸张的一个项目 就是你和你之前的项目 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项目 一种挑战 或者说去健身也好 就从来没有去过健身房的人 第一次去健身 去露铁 这也都是属于跳出你的舒适区 然后跳出舒适区 你把它想出 它就是一种 也可以说是磨练意志 这个磨练意志的话 你就是比方说 在你千多年的时候 然后会有 就有这种机会的话 挑战自己的话 得到即便什么老了 什么八九十七八十八九十 有这样一个意志力的话 其实什么时候都不容易去缓你 哪怕就是突然比方 有什么疾病啊 或者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灾难 或者什么的 你意志力会非常强 你这个热心会非常强 这是对你受益终身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 不断的挑战自己的一种 叫奥利匹克精神 这是我理解的 所以就是健康的老去 做想思想 不断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然后挑战自己 然后上面 不断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然后挑战自己的大脑 挑战自己的思想 挑战自己的身体 这个挑战就比方说 喜欢抱一抱事 然后现在变得 就稍微控制食量 这也是一种挑战 这也是一种挑战的方式 就是时间上面 对的陪伴也好 或者什么 尤其是对一些父母 老年人到了老中 他没有个人 没有艺术上面的修养 对 这也是我觉得 比较遗憾的 就是我父母 他们两人都没有艺术上面的修养 我一家人都没有艺术上面的修养 就是说比方的举例来讲 你有画画的一个习惯 喜欢画画 喜欢写书 喜欢看书 喜欢弹钢琴 音乐各方面 就是艺术方面的 这的话 因为艺术它这个东西 不像体育 不像什么 它没有年龄限制 对吧 你从小也可以 然后到老年都可以做 所以如果你有艺术上面 这样一个习惯的话 这样一个爱好的话 到老年生活就不会那么匮乏 就不会知道 就不会不知道 怎样来入自己的时间了 有时候甚至偶尔 有一次我爸在 就是说 在画那个抖音嘛 然后他说在 叫什么 消磨时间 然后我就心 其实比较痛 我心比较痛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你觉得 就是我现在在想 时间是真的非常宝贵啊 然后还要入一种 你认为不健康的方式 还要消磨掉时间 就我想不通 就人都想活着 可是怎么到了脑 最后反正就觉得 这个时间好像挺多的 我有时候 我还靠着抖音来消磨时间 就是这个 我脑子转不过来 然后我无法理解 但是 我自己也发生过 比方说有时候我发愣 发了好长时间 或者是说我也会 贪睡 睡了个八九个小时 九个小时 十个小时 尤其是最近 因为天气比较冷 就躲在床 不愿意起来 其实自己 也是在消磨自己的时间 常睡对身体也不好 然后 我自己也做过 对啊 所以 所以我说 我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修复 我还要不断的 就是对自己 各方面的提高 然后 所以透过视频方式 也是分享和大家 我稍微提高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共同提高 我也有很多地方 不足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 都会死 那一点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 我就包括 我现在在做这个视频 我在呱啦呱啦 讲这么多话 后来你在花时间 看我这个视频 我为了我们都是 离我们的坟墓更近了 都是更近 都是更近 而不是说 延长我们寿命 对吧 我们在消掉 这些时间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 是一点点在消掉了 对吧 但是 不要焦虑 而是有意识的 就有意识 我们这些时间 是在消磨掉了 我们在吃东西 我们在睡觉 无论的在干什么 都消掉了 但就是说 我们怎样入我们的时间 就对这个意识性 更加强一些 不要让自己后悔 就是有意识的 入这些时间 而不是说去消磨时间 那对生命都不尊重 对吧